大家好 这里是ptstudy真题讲解RO部分 这里我们讲的是第27道题 绿茶 我们先从第一句话开始看 第一句话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了 具体的来说 研究人员写到 绿茶可以防止LDL党固醇的氧化 而LDL党固醇反过来又可以减少 动脉斑块的形成 这句话呢我们可以看到 它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讲到了 具体的来说 specifically 那就是一定是针对一个什么情况来具体说 我们绿茶的这个功效 所以说呢它一定不是手具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往下看呢这句话讲的是 这种化合物可能在改善心脏健康方面的几个方面发挥作用 这个化合物一上来呢就是一个指代性的名词 所以说这个首先一句判断它不是手具 接下来呢在心脏健康方面的几个方面 能发挥功效 所以说呢我们就可以知道 很有可能跟上一句话呢是应该有相关的 上一句话应该跟在它的后面 因为呢这里呢它指的是several ways 接下来下一句话呢它就具体说了心脏健康的哪些方面发明了功效 specifically 然后呢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说2006年5月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发表了一篇 中述文章探讨了绿茶对健康的益处 这篇这个呢这句话看起来非常的独立 并且呢它没有任何的一个指代性的名词或指代性的代词 在这里呢我们有可能把它作为一个手具 我们先打个勾 而它的主语呢是researchers 研究人员 研究人员主要研究的对象呢是什么呢 那就是绿茶对我们的健康的益处 这个呢是这句话的意思 我们可以大概记一下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下句说的是呢 他们的理论是呢 许多亚洲人每天平均消耗1.2升绿茶 中含有大量的多元分和其他抗氧化剂 这个人物的Z的指代呢 那肯定指的是上文提到这个researchers research他们的原理是什么呢 或者说是他们的理论是什么呢 那就是亚洲人每天所消耗的绿茶中含有一些东西 对身体是比较好的 这句话我们暂时不能判断它是否跟在第一句话之后 因为我们下一句话还有一个例 这句话讲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说了他们指出 他们指出亚洲被论 这里面也有一个ation 亚洲悲论 亚洲悲论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尽管亚洲的吸烟率很高 但是心脏病和癌症的发病率却相对较低 这两句话有哪一个应该跟在第一句话之后呢 我认为应该是这一句话 原因是什么呢 那是因为首先一开始 虽然说这两句话都有一个z 作为一个人称的代词出现 但是呢这一句话 我们标第二句话的这句话呢 它一开始先指出的是亚洲悲论是什么 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接下来他们又解释 它authorized 不是authorized 是theorized 意思是什么呢 他们的理论是为什么亚洲悲论存在 那就是1.2liter的绿茶中呢 它会含有很多的一个对身体很好的多分和其他的一个物质 所以说这句话呢 是在解释说明第二句话 接下来这两句话呢 那就是这这句话是第四句话 第五句话 我们呢可以试着把它排一下 看这样子的分序对不对 这里是第一句 第二句 第三句 第四句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对不对 第一句话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了我们的researchers 研究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绿茶对健康的益处 这个呢是这句话的一个主题 接下来了这些researchers呢 他们指出了亚洲悲论 就是说尽管亚洲人他们吸烟率比较高 但是呢他们得心脏病和癌症的几率相对较低 接下来他们的理论是什么呢 他们的理论是他们所消耗的绿茶中含有亚洲人所消耗的绿茶之中呢 所含有比较高的多酷和其他物质 抗氧化物质 这个多酷和抗氧化物质这种的化学 化学成分呢 可以对我们的心脏健康有几方面的益处 尤其是在哪一方面呢 尤其是绿茶它可以防止等等等心脏方面的一些疾病 好了以上就是这篇文章的一个大致顺序 谢谢大家